因為民主黨很緊張 還有馬斯克太認真了 大概只有他的分量可以跟馬斯克來較勁 其他人那個分量都不怎麼樣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 企業家做了這麼大的話 實在是不需要為 檔次比較低的候選人來背書 你說在他眼中你川普行嗎 做生意也不如他 然後 不過娶老婆比較漂亮而已對不對 比較花而已 他是一個 很令人敬仰的企業家 他現在還活著 就已經跟他兒女講說 爸爸把98%的財產 我只要兩腿一生 98做慈善 捐給教會或捐給慈善機構 你們同不同意 他的小孩子當然說同意 因為剩下百分之二還是很多 說不同意搞不好百分之二也不見了 那百分之二還是很多好不好 然後 他也都叫小孩 化壓 他的小孩化壓 然後 他說這個 要播多少給那個 比爾蓋茲的慈善基金會 專門在搞癌症的嘛 他說專門做癌症研究基金 然後要給教會 要教會去辦那個什麼 什麼救濟活動 他說 這方面我不擅長說我就要委託別人去做 比如找哪些教會去做慈善 哪些團體做公益 哪些基金會去研究些什麼東西 那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不錯 而他 自己的生活很嚴謹 他始終開了一台 十幾年的老破車 住在 他爸爸給他的那個老房子 一直沒有搬 住習慣了不想動 不然他可以在紐約買豪宅 跟川普一樣 他買一整棟也沒問題啊 對不對 他不來這一套 小孩你們自己去外面住 他就喜歡住他爸爸留下來 等候是 裝潢重新修一修而已 然後 體力夠有空的話 就散步去 附近的小教堂去參加彌撒 對不對 不是彌撒 彌拜 講錯了 所以 這個人是一個 認為 他賺錢的目的 是 要幫助別人 回饋社會 而且 他身上沒有名牌 沒有名牌 我曾經看過 他這個眼鏡喔大概是 人民幣幾百塊而已啊 比我這個眼鏡還便宜很多 對啊 對 所以 你覺得他非常的景仰是吧 超尊敬的 這種人已經 已經聖人級了 稀有動物了 不是 已經到了聖人級了 對 他也沒有搞花邊新聞 那個還是那個 非常老的老婆 沒有換 清佩 清佩 不過你說他捐錢給這個 比爾蓋茲的慈善基金會 比爾蓋茲在這次的選舉當中倒是有表態 那他表態支持賀錦麗 還捐錢給他 然後現在微軟還告訴大家說 俄國 伊朗 中國這些都在干預美國的大選 他說的干預美國大選指的都是支持川普嗎 不是 你干預他也沒講出證據啊 我是覺得這個微軟的報告 寫著報告的微軟 根本就是一群豬頭 什麼豬頭 第一個你要講說 加強影響力的行動 干預美國大選 第一個 美國大選有那麼好干預嗎 現在只剩下7個州 你干預那麼多州 有什麼用 沒有用 為什麼 美國就是 50個州 43個州 上帝來都沒辦法干預 因為投給共和黨他就死中共和黨 投給民主黨死中民主黨 這誰能干預啊 對 你干預那麼一兩派也不影響大局啊 沒有人能夠干預 包括他們政黨也沒辦法 所以你看 川普要不要去那個 藍州去競選 他根本不去 然後那個 柯潔力要不要去 紅州競選 他也不去 兩個就拼拼在什麼賓州啦什麼 密西根啦 這7個搖擺州裡面 感覺只有7個州在選舉 是啊真的是這樣子啊 他做廣告只是穩住投票 搭出來投票而已啊其他 其他的 坦白講沒什麼用啊 因為美國的制度就是 只要我這邊贏你一票 這個州的選票都是我的 那我已經贏你那麼多了 我就不必做什麼事啊 而且任何事情都無法改變 選民的結構都決定那個地方 加州一定是民主黨 不用懷疑 然後這個德州 那些州就變相的就是 基本上沒有選舉輪替的問題啊 就是獨裁 獨裁州啦 那邊還有在選 參議員跟眾議員啦 對 其他層級的 對其他層級的 這個參議員大概也沒有懸念啦 但是 眾議員那就不太一定啦 因為眾議員是 雖然是把已經把這個選票割成好幾個選區了嘛 一個 一個州有好多的眾議員嘛 所以一定有共和黨有民主黨 每個州多多少少都可以參賽一下 但是 如果是紅州的話 表示共和黨議員的數目會比民主黨多 那如果藍州的話就顛倒過來 可是總統嘛就是一個 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說這種沒有 沒有腦筋的報告 什麼概率那七個州什麼概率 那個七個州現在只有牧師能概率 無聊嘛對不對 對 好不過這個華爾街大概也要開始準備 就是川普勝選 這件事情 因為看起來民調啊 這七個搖擺州 的各種跡象 這個顯示啊 還有大家在這個股市上面的押注跟佈局啊 各種預測啊 看起來川普現在的勝率 其實是 比較高 我上一集不是講過嗎 就是 這 一兩個禮拜裡面翻盤的 對 本來七個州裡面還是很膠著 一下子他贏三個 就一下子贏四個 那一下子 就是搞不清楚 啊 我看了這麼久選舉沒看過這種蠶洞法 突然之間 說了民調一致的每個州 都川普贏 就開始研究 有什麼問題 原理我跟妳講過了 福音教徒成功了 我看民主黨都慌了 砸那麼多錢 他競選 花錢比川普多啊 因為川普跟馬斯克就省很多錢 對啊 那這個華爾街的開始為川普勝選的 部署投資嘛 因為妳知道 要怎麼部署 每個企業都這樣子 簡單講每個企業就要講說 我的資產要多少 我的負債要多少 我的資產要有什麼樣的資產 我的負債要有什麼樣的負債 比如說 我是馬斯克 那我要想說 我儲能這麼賺錢 明年儲能要投資多一點 然後 變成我在儲能這一塊的資產就會增加 增加的比例會比汽車增加還要多 那就倒是看股票反應怎麼樣 注意到 特斯拉的股票是特斯拉公司的負債 先講清楚這個概念 然後 這個 我看負債那我要增加什麼 我要用發債券去借錢 還是銀行去融資 還是借美元 還是借外幣 借人民幣 他整盤就佈局 所以認了一個管理就是 其實他管理一張資產負債表 以及流進流出的 現金流量 大概簡單講是這樣子的 那你這個華爾街的這個大佬 一定想說 川普勝選 第一個 會減我的稅 那我原來的那個稅務規劃就要做調整 再來 川普呢 勝選之後 他可能會希望 維持強勢美元 那強勢美元的話利息就可能不會降那麼高 那我 我債券 到底要買要賣就要做決定了 所以這段時間可能說那我先賣了算了 以後可能利息會再掉高 那賣了以後 我想一想 不對啊他當了美國總統以後 現在鮑爾不會買他帳 那等到鮑爾卸任以後他再換人 換他的人那還早嗎 還早 所以這個 他要維持美國經濟強勁 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政治人物都覺得他要把經濟管理好 可是經濟不會停政治人物的 這兩碼之事 不要說經濟起來起來下去下去 每個人當需要把經濟弄起來吧 但能夠不成功嗎 因素很複雜 比如說我笑 鏈著肌肉來 可是沒辦法啊對不對 然後 這種東西 所以你要很謹慎去處理 而且更客觀的 更讓很多政治人物覺得 有壓力就是說 你政治人物整個政府或者你的 人民銀行你的央行你的央媽 也只是 經濟的一個 市場的交易員而已 你也只是one of the dealer one of the trader 什麼意思 你到底要把錢撒下去收回來 你在跟整個經濟做交易 你要不要降低銀行的準備金 你財政部要不要去編預算 那我一直來跟他解釋 你不要把經濟想成什麼 你要把它想成很多很多的市場 這個市場 先做基本切割 第一個 商品市場 再來是資本市場 再來是勞動市場 大概分成三塊 可是商品市場要分好幾類 什麼工業農業一大堆 那工業又分成製造業已經接了一大堆 細分下來就很複雜了 每一個都個別的市場 那資本市場一樣 從跟隔壁大媽借錢這種所謂借貸市場 一直到了發行債券的市場 他的市場是很切割的 還有你在上海發行 還在香港發行 我這個很複雜 要管理這個沒那麼容易 那再來勞動力市場 勞動力也不是一種 有總經理的 有做副總 有做這個什麼 基本操作員的對不對 每一個人怎麼去管理 最好的組合 那個是CEO的本事 就是說你做一個國家的CEO 你面對的是一個 這麼龐大的市場 大大小小 那你這一體要方下去 他們每一個市場的反應怎麼樣 有的反應不好 有的反應好 很難講 像美國現在 藍領階級的就業數字在增加 白領階級一直在裁員 那白領階級的人少 藍領階級的人多 所以有這麼一個差別 那你說 推動美元反彈 你怎麼知道他能夠推動美元反彈 看他樣子就是一副要強勢美元的樣子 You are one of traders 你不是 整個trader 你不是一個 一個commander 你又說我是Chief Command 我是三軍總司令 沒這回事經濟上面有這種東西 所以 很多 偉大的政治人物搞經濟就把經濟搞垮了 他以為我一聲令下 從上到下大家都聽我的 最經典是誰 蘇聯 垮得一乾二淨 為什麼他不懂 他不曉得經濟是 千千萬萬的市場所組成的 像齒輪這樣在運作的 所以你要面對這樣的市場 你只是one of player 不是你一道命令 你給我做多少電冰箱你就做多少電冰箱 你不要花多少電他會花多少電 沒有那麼簡單 對不對 因為裡面涉及到了 你可能命令過度成本抬高 你可能命令過度 純落太多 不要講別人 做企業自己做決定都有這個問題 像三星對不對 這是一個例子 所以 所謂川普交易指 他是揣測 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覺得一定是這樣 到時候可能會從驚喜變驚嚇 對 保持彈性 對 對 對